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一个碗 在碗中装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倒入大约两瓶盖的白醋 我们这样稀释一下 然后倒进去 接着再加入洗粉 按照平常的步骤来清洁就可以了 白醋有固色的作用 洗出来的衣服曝光不容易染色 同时洗出来的衣服还会更加白净哦 妙容二 清洁马桶 清洁马桶时在马桶周围 倒一点这个白醋 然后再用马桶刷洗 能够使刷刷的马桶更加的白净 妙容三 清洁卫生间地露里面的小飞虫 卫生间的地露非常的臭 并且里面有很多小飞虫的虫乱 我们在里面倒一些白醋 不光能够杀死虫乱 同时还能达到一个除味的效果 妙容四 清洁毛巾 毛巾用久了 上面有非常多的细菌 包括满虫 我们可以在上面倒一些白醋 白醋杀菌消毒同时能够软化污垢 然后倒入开水 浸泡五分钟 能够达到进一步的杀菌 以及消灭满虫的目的 浸泡完以后再按照正常步骤来清洁 这个毛巾就可以了 好了 看到白醋的这四个妙用 下次家里的白醋可不要光用来做饭了 不妨试一下猫妮推进的这四种妙用的方法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我是猫妮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小妙招 欢迎在频道下方 随随点一个关注吧